字幕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可能這邊傳達訊息有一些說過 我的經文其實是到42集 我的經文其實是到42集 如果我們手頭上有聖經 我們可以再繼續把它看下去 我們一起先來禱告 好 全人的上帝 求你幫助我們青天御壽靈化 求你聖靈開啟你的心 你也開啟你的靈 好叫我們永遠受住你豐富的恩典 也在你的花園當中 我們重新找到力量集合的全面 幫助我們 使我們鋼咳心肺的滋熱 我們將感謝 你同道奉耶穌基督的 好 再一次跟大家說一下平安 那很高興上帝讓我有這個機會 再一次來到我們 比較感想到 再給花園給你服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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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花一支嗎 再給我一點點 再給我一點吃 再給我一點吃 麥克風 不漂亮喔 麥克風 好 謝謝 好 好 不好意思要求很多 那同樣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再一次講 上次來我有跟大家講過 那這次來 我有一樣的困難 就是 太久沒有跟華語講到 你怕等一下台灣的國語 那如果有的話 請大家多包涵 那我們今天 看的這一段經文呢 其實是一段非常 從我來講 非常特別的經文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 還在台灣神學院當神學生 在台灣神學院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一門課 叫做聖靈論 那那個聖靈論的時間 我們有田野調查 那田野調查了 我們到新竹尖石鄉 因為那邊曾經有聖靈復興的運動 那那邊是泰雅族的戶洛 那他們曾經有唱靈歌 行聲機 講方年講 預言等等 這些的恩賜 所以在那田野調查 那幾天裡面是 我人生都非常 非常特別的信仰體驗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我們所田野調查 所探訪的一間教會 石壘教會 石壘教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石壘教會裡面有一個長老 他叫做達禄長老 中文的名字叫徐正禄 可能有很多人在好消息 或是在一些見證的資訊裡面 可能會有看過他 那他是一個生來就沒有耳朵的人 那經過醫生的診斷 他的生理構造是沒有聽的這個功能 他的生理構造是沒有聽的這個功能 所以他是一個一出生 他就是又濃又啞的商產 那他現在用頭髮遮住這個不安全的地方 因為他其實是沒有耳朵的 很小非常非常的小 那沒有聽的功能 那也因為這個天生的缺點 所以他從小就比較自卑 可是他也懂得保護自己 他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斷的欺負別人 讓別人不要欺負他 所以他的童年過得不是很快樂 那四處跟別人打架鬧事 就是雖然他在教會長大 雖然他在教會長大 可是呢 他從來沒有體會過上帝的愛 他沒有體會過上帝的愛 但是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呢 他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跟我們說 因為前夜調查就是要做紀錄 那他跟我們說呢 在有一次的禮拜當中 有一股力量將他推到台前 而且而且跪下 一個莫名的聲音喔 一個莫名的聲音 對聽不到的他 怎麼這樣說 達魯你要認罪為難 一道光射到他的頭上 一道光射到他的頭上 突然他大聲喊說 主啊 我要向你認罪為難 然後上帝在額頭上 在他的額頭上開了一道門 通過那個人 他可以聽見神 也可以說話 更可以用他的聲音 歌聲來佔領上帝 所以你知道他今天 今天他是怎樣聽電話的嗎 一般我們聽電話是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他聽電話是怎樣 是這樣聽電話 上帝在他的額頭開了一道理 讓他可以聽見神 有一次在飛機上 因為這樣 讓那個 服務人有誤會 然後讓他 欸電話是要放在這邊 你怎麼放在這邊 讓那個在飛機上的時候 有這樣的誤會的事件過 不知道聽到這邊 這個故事聽到這個 大家會不會認識 認為這是一個神蹟 我想應該是 但是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 記載的是說 你我身和和門 當時有幾個文師 和法利撒爾對耶穌說 呼籽我們願意 你顯得神蹟給我們看 耶穌美拉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 除了先知 是約拿的神蹟以外 再也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為什麼耶穌 要用約拿作為比喻呢 為什麼耶穌 會說 除了約拿之外 再也沒有神蹟 可以給他們看 而這個約拿的神蹟 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為什麼 沒有其他的神蹟呢 那我們現在 看到的 包括我們剛剛所聽到的故事 我們現在有可能 有很多的特會 我們看到很多 醫病 膽鬼 的步道會 也有聽到很多 很多人有恩賜啊 有很多的先知說慾言 那我也相信大家 也常常聽到類似的見證 甚至你可能 本人 最有親身的體會 但是為什麼耶穌在這裡要說 這個世代沒有神蹟 所以我們其實要回到 舊約的約拿書 來看看約拿的背景 我們要回到舊約的約拿書 來看看約拿的背景 如果大家都熟約拿書 的話 約拿書算是先知書當中 最特殊的一篇 因為他只有短短的四張經文 合起來 不過48集 在這樣很短的經文裡面 有著很驚人的改變 有著很驚人的改變 泥泥為城的人數有12萬人 但是這12萬人都悔改 只因為約拿 只因為約拿 只因為約拿講了六個西伯來文 約拿講了六個西伯來文 這12萬人就改變 那這六個西伯來文翻譯過來就是 再過四十天 您以為要回變 這六個西伯來文翻譯過來就是 再過四十天您以為就要回變 這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步道會 前幾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那個格福林的步道會 前幾年有格福林的步道會 那在那個步道會當中 我們大概可以想說 可能在那個格福林是很有power的講員 如果沒有看過他的信息的話 聽過他的信息的話 但是在那一場他的步道會裡面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超過遺忘的人 當場認罪悔改 信耶穌 當然我不是在批評格福林 不好 我是要說約拿更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藉這個機會來看一下 好好看一下約拿的故事 我們要好好看一下約拿的故事 整本聖經 整本聖經約拿出現在四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在獵王紀下 十四章二十五節 大概是介紹約拿的背景 到大約是耶羅波安二世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耶羅波安二世 是一個很壞很壞的王 做的呢都是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是拜歐西亞拿更人 雖然他的勢力 他的那個王國非常的強盛 而且呢是創造比索羅文王更大的 就是江界 但是那個是當時候的社會風氣 非常的壞壞 有錢的人 很有錢 很窮的人 非常窮 而且當中沒有社會公義 更沒有上帝的正義 那是一個很自私很紛亂的路代 但是呢 卻也是先知最活躍的時代 也是先知最活躍的時代 那第二個地方呢 就是約拿書 第三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剛剛讀過 就是新約的馬太福音 那第四個地方 就是在富家福音 那內容跟馬太福音差不多 因為是共關福音的關係 那在約拿書故事的開始呢 他聽見上帝的話 他不願意前往 所以他要逃到什麼地方 如果我們看新聞的話 他想逃到哪裡 他施 那他施這個地方 差不多是現在 西班牙的附近 也就是說 上帝要他往東邊的尼尼圍 但是他卻偏偏要往 要往那個反方向的他施 跑到那個地方 那在海上遇到大風浪 船員將他拋下海之後 上帝有差遣一條 什麼 魚 還好沒有其他的答案 上帝差遣一條魚來吞它 過了三天三夜 約拿在魚腹當中有一串感恩的禱告 那之後上帝命令魚 將他吐在墓地上 吐在墓地上 之後上帝的話 再次引到約拿身上 他就前往 明以為白傳道 那全城的人 明以為這個地方的人 連身處人都悔改 但是約拿卻因為這樣 欸我們很難想像 這些人都信上帝了 但是約拿卻因為這些人信上帝 剛剛呢 故事裡面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為什麼 約拿不去 明以為傳道 他在逃避什麼 他在逃避什麼 我們要知道 當時 明以為 這個地方 這些人 就是 以色列最大的敵人 所以前往敵人的國家 宣揚我們的上帝 要毀滅你們囉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我們來想像一下一個 美國的宣教士 如果 要拆派他到伊拉克去宣教 是一樣的 是一樣危險的 因為 美國跟伊拉克就是不合 中東這個地方 就是有許多地方 跟美國是對比的 假設 美國派一位宣教士到中東這個地方 宣講 上帝要可以面臨他 那 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可能 他移到中東的 我家 一下飛機 或是坐船 一踏上岸 就 可能被鳥殺了 可能 馬上就面臨生命的危險 那或是我們 去到對岸來傳掌上帝的人 對岸 對岸也悔改 對岸也悔改 可是悔改之後呢 他們呢 有著更強大的 軍事的力量 所以 來攻打台灣 所以 當時候的 以色列 跟 尼尼韋 就是 現在這個樣子 充滿了張力 還有緊張 非常的危險 而且呢 上帝是要 約拿去傳講 這個有關 滅了我們的信息 所以 所以 現在 約定兄姐妹 我想要請大家 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來想像一下 上帝有沒有命令我們去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們來想像 或是我們來回想一下我們生命過去的經驗 上帝有沒有命令我們去做我們不願意的事情 那我們的選擇會是什麼 我們的選擇會不會像約拿一樣 選擇逃避 然後 一週兩次 我 考神學院之前 我覺得我逃避也很久 因為 我不願意放棄我以前的生活 欸 我可以靠著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才能 可以用很大的 賺錢的機會 我跟上帝說 欸 等我賺夠了 等我退休了 那我再來服侍你吧 而且我還會說 放心啊 即使我不當傳道人 我一樣會服侍你 我一樣會在教會擔任 該擔任的職務 我照樣可以服侍得很好 我照樣會吃一奉獻 不會讓你餓啦 總而言之 就是等我有空的時候 再來吧 等我有空的時候 再來服侍吧 但是上帝的意念 到過人的意念 上帝用各種的方式 將人擺在祂該走的路 當我 逃不出上帝的手中的時候 我也只能轉而降 在上帝的大禮裡面 第二個重點 就是 在約拿書第二章的禱告 在約拿書第二章的禱告 是一個什麼樣的禱告呢 是一種感恩的禱告 也是一種在困難當中的禱告 當約拿在餘肚子裡面的時候 約拿是一個懂得用感恩來禱告的 所以 在經文的描寫當中 說到 第三節 說投入深淵越來越深 第六節下道山根越來越低 而第六節後半段出現一個轉折 你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 這裡的原文是提上來的意思 這裡原文是提上來的意思 跟《出埃及記》中 記載的一樣 我從埃及地 領你們的上來 一樣 表示一種 救贖的動作 表示一種救贖的動作 以色列人 猶太人非常喜歡用這種 文字 來描寫上帝救贖的動作 在詩篇當中也是非常的多 想像 一個人 好像快要被水淹到快要死掉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強而有力的手 將那個人的身體提起來 那這是一個解脫跟救贖的動作 然後在第七節到第九節 約拿更加的提到 提到要感恩奉獻 我們不要忘記 這個時候 這個禱告 約拿這樣說的時候 他還是在於肚子裡面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非常不好過 在困難當中 要感恩祷告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最近台灣發生很多事情 從年初一直到現在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可能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受到傷害 那 特別在這個世界 也發生很多 造成傷害的事情 像最近這兩天的新聞都在報 如果我們有看新聞的話 非常的慘烈的新聞 什麼新聞 馬行的新聞 馬行的新聞 還好大家都有看新聞 那 在這一切當中 我們都是受到傷害 我們受到這些災害 我們受到這些災害 那 受到傷害 受到災害的人 選擇很多 他可以選擇埋怨 除在傷害裡面的 我們都知道 台灣的處境 也是處在許多的傷害裡面 我們可以選擇埋怨 我們也可以選擇墮路 我們也可以選擇逃避 但是 約拿 做了一個最不容易的選擇 也是我們通常不會選擇的選擇 他選擇了感恩 他選擇了感恩 在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狀況裡面 他感恩 在 不知道 有沒有下一餐的狀況裡面 他也感恩 在困苦的悲傷當中 他 仍舊是感恩 因為上帝 是信使的 他的應許 必不落空 而上帝必 預備 預備 好 約拿 他眼前的道路 然後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 能不能在 有沒有下一餐的狀況當中 我們能來選擇感恩 在困苦悲傷當中 我們是不是也不但選擇感恩 因為 上帝是信使的 他的應許必不落空 而且上帝也會預備我們眼前的道路 我們的困難 也可以一樣的遭破給上帝來相當 第三 第三 是第四章的部分 我們 看見淫淫為成的悔改 但是呢 反而 約拿 像我剛剛提到了 約拿 對這些人的悔改 反而 不太開心 他反而不太高興 他甚至跟上帝 吵架 他甚至跟上帝說 我在本國就已經知道 你會原諒他們 所以我才要往他失去 意思就是說 上帝我知道你是 豐盛憐憫的上帝 但靈以為 這個地方 這些人 是我的敵人 我根本就 不想要 他們 有機會 來悔改 我根本就不想要他們 有機會 來認識你 我根本就不想要 讓他們 來得到你的恩典 上帝你要我去做一件 我本就 很想做的事情 在船上 你又讓我投掉 好 如今我來了 你又不照你的計畫 讓你以為這個地方 被你毀滅 這樣我的功 算什麼呢 這樣我的功 算什麼呢 所以 約拿非常生氣 跟上帝 來吵架 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看到這一節 描述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 眼中 那個約拿 你心目中的約拿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用我小時候 主持學的印象 來說 約拿 老師都說約拿 是一個 叛逆 不懂得感恩的人 而且呢 又是一個非常 自大 驕傲的人 可能吧 約拿或許 不懂得感恩 約拿可能真的不懂得感恩 但是 就我來看 約拿可以 是一個非常誠實人 約拿他可能不懂得感恩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誠實人 他沒有在上帝的面前 隱藏他自己 他沒有在上帝的面前 隱藏他自己 他將他的心思意念 全部向上帝說出來 在前面我曾經提到 他根本就是希望 以色列的敵人 明尼韋滅亡 甚至 他的禱告 也是這樣 而且在他來 因為以前 他本來的想法 就是這樣啊 所以他不願意來傳那個 悔改的信息 所以他不願意傳那個 悔改的信息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見 約拿 他不是一個 不認識上帝的人喔 他不是一個 完全不知道上帝 大人的人喔 他認識上帝 但是呢 他還是有他的軟弱 因為先知 也是人得理 他仍然 還是要將他的意念 在那個當中 他意識到 上帝的意念 還是高過他的意念 但是 在他還沒有意識到那個意念之前 他把自己的意念 高過上帝的意念 高過上帝的意念 在約翔的身上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常常看到自己 在以前 我總是覺得 我可以靠著我的能力來服侍 再以前 我覺得 我可以把服侍都做得很好 是靠我的能力 我心裡面是期待服侍的過程 結果 服侍的過程 和結果 都要照我的意思 都要照我們的澳海當中的意思 都要照我心中的意思來做 但是有時候 那個結果 換來的呢 不是在過程當中換來的呢 那是失望 因為我認為我已經做那麼多了 但是上帝卻只有在旁邊看了而已 我的計畫裡面 上帝從來都不可能盡他的本分 我也常常跟上帝吵架說 上帝啊 我把我這一部分做好了啊 那不是麻煩你做那一個部分嗎 為什麼 你 不照我的意思去做 那個時候 我好像 臉上的地方 我在命令一個個人 所以我以前的服侍都沒有得到上帝的回應 直到今天 我仍然在學習凡事交通的意義 在每一次的服侍裡面 我都用眼力去找尋 上帝的旨意在哪裡 因為我發現 當我靠著自己的才能在服侍的時候 當我靠著自己的才能在服侍的時候 我看不見上帝的旨意 而當我知道這種服侍不是只有靠著我來做的時候 也是我能力 不能做的時候 我無能為力的時候 上帝的能力 就會在那個時候 悄悄的進來 而服侍後的結果 服侍的過程 都會 出乎意料的好 因為那是上帝 而我只不過是那個簡單的工具 謝謝 怎麼好像 喂 是不是我今天時常有問題 那是上帝親自的動工 我們動不過是那簡單的工具 不過是那簡單的器皿而已 所以 當我如果有份參與在上帝的服侍之後 可能很多人會來說 比如說講道 很多人可能會對我說 我今天很感動的 但是我要說 很抱歉 其實我沒有做什麼 因為我確實也沒有做什麼 而是上帝在你的心裡面動工 是上帝在你的心裡面動他的工 無論是誰的服侍 簡單的服侍 只要上帝動工 我們都可以有許多的感動 在約拿書裡面 我們可以學習約拿 在苦難裡面 他仍然選擇用感恩的禱告 也可以提醒自己 約拿 他雖然是先知 但是他也是人 常常有的時候 會將自己的意念 擺在高過上帝的意念的時候 我們可以常常煩心我們自己 是不是 常常把自己的意念 擺在高過上帝的意念 這是我們可以去反省的 我們也可以學習 在感恩的 在困難的時候 在苦難的裡面 我們仍然可以用感恩來禱告 在新約的聖經當中 耶穌曾經對法利賽人說過 除了約拿的神蹟之外 再也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為什麼耶穌說 不會再有神蹟了呢 為什麼耶穌說不會再有神蹟了呢 我們需要將新約前後文 稍微對照一下 十二章一開始 十二章一開始 法利賽人就不斷地找耶穌的麻煩 甚至想讓耶穌 想要置耶穌於死地 所以當時候有幾位法利賽人 來求耶穌顯現神蹟給他們看 不是謙卑的 不是真的想要看見那個神蹟 是心存詭詐的意念 要看看這個上帝的兒子 到底有多行 到底有多行 而神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神蹟到底是什麼意思 神蹟的意思就是一個記號 神蹟這件事情 神蹟的意思就是一個記號 一個彰顯上帝作為的記號 一個彰顯上帝作為的記號 所以耶穌不是不能行神蹟 就像魔鬼給耶穌的試探一樣 當我們期待 當我們只想要看到神蹟的時候 甚至是期待用神蹟來考驗上帝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就會出現偏差 我們的信仰就會出現偏差 各位有沒有求過印證的經驗 或是我最常聽到的就是這樣 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譬如說 突然 男女朋友想要交往 男女朋友想要交往 男生想要跟女生 女生也想要跟男生 可是他們都是基督徒 然後他們就說 好 但是上帝要不要讓我們在一起呢 讓我們來求個印證吧 好 求印證 好 我們一起翻聖經一起翻開 那看到哪一頁 如果翻到一樣的 就是上帝要讓我們在一起的意思 很多時候我們用這種 求印證的方式 來考驗上帝 來考驗上帝 譬如說有一次 我要使用基帶 我要使用基帶 我被鎖在家門外 然後等很久 我說好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服飾 我不太想接 但是呢 我就說 嗯 我是跟那個 那邊的人說 好 我禱告看看好了 那 我被鎖在家門外 我就說 好 上帝如果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沒有人來開門的話 那就是 我不要接這個服飾的意思 那結果五分鐘 就有人來了 就是要接這個服飾的意思嗎 然後我就 然後我 嗯 就是 好啦 我再祷告看看 我的意思只是要表達 很多時候我們是用 神蹟或是求印證的方式 來考驗上帝 我們的信仰有一些偏差 所以如果論到那種超自然的 神蹟歧視的時候 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啊 那種 譬如說像神蹟那種超自然的神蹟 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 其他的宗教也是有 而且不會比我們少 但是 重點是 在經歷上帝的神蹟之後 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有改變 是不是有歸向上帝 這個才是神蹟的目的 也就是說生命的改變 才是上帝施行神蹟真正的目的 靈以為成的人聽到了信息 馬上回應 悔改 認罪 這才是最大的神蹟啊 所以新約也有一個很大的神蹟 如果我們熟悉的話 就是 稅利 撒該 當他得知救恩的時候 當他體會到上帝的愛的時候 當他體會到耶穌的接納的時候 他馬上悔改 認罪 將他的財產一半分給兄弟 若是曾經有被他騙的人 他就會還他四倍 在以色列的法律裡面 其實用兩倍的償還就夠了 其實用兩倍的償還就夠了 但是他願意做得更多 兩倍變成了四倍 為的就是悔改跟罪 這樣的悔改 不就是一種神蹟嗎 在今天 剛開始我分享的例子裡面 達陸長老接受上帝的意思之後 他做出回應 他開始四處傳揚福音 他開始傳講上帝在他身上的所作所為 他開始不用偽裝他自己 他用新的生命來回應上帝的恩典 這個不就是神蹟嗎 如果我們所追求的神蹟 是一種超生的現象 一種我們人所不能理解的現象 譬如說摩西分開紅海 或是耶利哥城的倒塌 甚至是我們在今天看見的那些特會裡面 有瞎眼的看見 有疾病得到醫治 雪腿能夠走路 這時候 我們看見的是這些神蹟嗎 還是當我們知道上帝的恩典 臨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願意做出犧牲 也就是說 我們能夠因著信仰的緣故 我們能夠因著信仰的緣故 我們願意周積貧窮 做出分享 我們能夠因著我們信仰的緣故 我們願意照顧弱勢 使軟弱的得到幫助 甚至更小的 當我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後 坐在公車上面 坐在公車上面 好不容易有一個位置可以休息了 但是因著信仰的緣故 我願意浪位給需要的人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緣故 裝睡給看見 為著信仰的緣故 我願意將愛分享給家人 不再吵架 當然不再吵架是不可能的 當然 但是因著信仰的緣故 能夠向家人敞開你自己 因著信仰的緣故 你可以愛你的家人 這些一點點的 人的心 被上帝的愛充滿的欣慰 不就是最大的損失嗎 因為我們肉體軟弱的時候 藉著上帝的愛 我們仍舊願意照顧 比我們更軟弱的人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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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講了 那個大家可以醒過來 最後約拿書的結局 是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約拿書 是一個 約拿書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書信 約拿書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書信 當約拿跟上帝吵完以後 上帝回說 你這樣生氣合理嗎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你這樣生氣合理嗎 就結束了 那曾經有主日學的學生 問我說 老師 敢問勒 這個問題實在是不好回答 同樣的我也把這個問題 代表大家 然後呢 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裡面 我們確實不知道 約拿接下來 跟上帝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拉扯 或許他還是像小孩子一樣 哭鬧不停 一直喊說 讓我死了吧 讓我死了吧 也或許 他體會到上帝是公義的上帝 但上帝也是怜悯的上帝 而降伏在上帝的愛裡面 所以我們在今天聽到了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想 如果我們是約拿呢 如果我們是約拿呢 我要怎麼樣回應上帝的話 我要怎麼樣回應上帝的話 甚至照他的話去做 希望 我們都能在生活裡面 多做一點 看似簡單 但是卻不容易的神蹟 將上帝的愛分給更多的人 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感謝你 謝謝你讓我們在今天知道 什麼是最大的神蹟 就是當你 臨到我們的心中 你的話 你的臨在我們的心裡面動風 使我們悔改歸向你的時候 那便是最大的神蹟 也求你幫助我們 當我們領受你豐富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願意為著你的緣故去做分享 我們願意為著你的緣故來回應你的話 來回應這個世界 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照你的話 在這個世上生活 幫助我們行出那最大的神蹟 就是我們將愛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感受到無條件的愛 主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是軟弱的 但是我們也深信 在我們的軟弱當中 你也掌權 你也動功 你也迫使我們 讓我們 能夠去為你做一點點的事情 因為你的愛吹逼著我們 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幫助我們心裡面 常有那樣的活樂 幫助我們的心裡面 常常能夠為你的緣故 來奉獻 常常能夠為你的緣故 來擺上我們自己 將最好的獻上給你 我們將祷告 感謝你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